喔大家好我是皮特班 好久不見到各位來吧 我們今天來看一下這個遊戲的 北斗神拳聯動啦 那這個活動呢 有一點奇異的就是 他還沒有給他開後面的活動啦 那現在的話呢 只有開前面的第一個 仙遣君來襲 那這個活動呢 簡單的講一下 就是進去打怪就好了 我們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打怪 然後累積積分就可以 累積完就出來 那裡面呢也有Boss可以打 不過那個Boss呢 也只是加速你的加分而已 所以整體而言很輕鬆 你就算只有一個人進去掛機 也沒有任何的問題 大概呢一個人可能要比較久量 可能要20分鐘 如果是三個人的話呢 大概七八分鐘就可以出來了 那這個東西很讚 那基本上呢 要領的就是把東西領一領 後面的材料是我們的幸運幣 那前面的話呢 是我們的遊戲 這個活動的貨幣 再加上這個東西 就是如果你有在玩年獸的話呢 大概就是一個胡蘿蔔 或是風兔的概念 可是這個東西呢 也還沒有開放 這個東西好像是流到下一次的 這個大軍入侵 入侵MVP擊殺積分活動 這個是六天後的事情 那這個東西就到時候再說 再看看能不能拍成一支片 或什麼的 再來 好那再來呢 是我們這個最麻煩 也是最主要 唯一能夠拿到藍卡的地方 我們的舊式之路 好我們這邊來看一下 好那這個藍卡的話呢 基本上就跟之前的東南亞服介紹 是一模一樣的 能力值呢 也沒有任何的差別 那以現階段而言的話呢 不是玩那個 拉歐的火鼠30% 就是去拿全四郎的中小星 那這個時候你要選誰呢 我現在會比較偏向全四郎 因為我個人會認為 這個飾品的火鼠 應該是快要出新的卡片才對 或不然的話 我們那個梅娜海葵15%火鼠 也從不知道幾等弄到了現在 我覺得也拖有點久了啦 似乎該出一些新版本的卡片 壓制他了 所以我可能會選全四郎 但是也不一定啦 說不定下一個版本還沒出的話 選這一張就很香 所以最好的選法是什麼呢 就是都不選 等到下一次150等更新之後呢 再來決定說你要全四郎還是拉 不過那個要等太久了 反正等等黨絕對會勝利 但是會等太久 所以現階段而言的話 我應該會拿全四郎吧 因為畢竟中小型還是很香 多一張是一張 而我原本只有之前的炭治郎 再加上之前的那個 超能力霸王的那一張而已 好啦那這個任務的話呢 我個人就覺得比較麻煩了 一樣你要先開啟這個繼承者才可以 只不過繼承這邊 好像有一些些貓膩啦 有人說東南亞的部分價格比較便宜 台服的話呢要8888賺 而且呢你還要把所有的任務 都解完才可以 喔真的是有一點煩 主要就是你要額外的去採集 額外的去挖礦 然後還有一些奇妙的活動 當然這邊是可以重置的 那重置之後呢 有機會拿到比較高的 高的任務值 欸這要什麼值啊 欸反正就是任務等級啦 然後這邊的話呢 也有挑戰任務 那這邊的話 沒意外看起來 應該還算是挺簡單的 除了這個擊殺活動 MVP以外 像這個拉奧對決感覺都是進去 就可以輕鬆過的才對 應該沒有到太麻煩 剩下的話呢 就是拍照等一下會看到 那你說這個東西 我要買上面那個嗎 我覺得我應該還是買 那個一般就好了 因為34,88 34,088鑽就要快一單 我應該把這個鑽石先給他存下來 我可能還要買其他東西 我應該買這個 然後想辦法給他撐上去 那這個任務的話呢 有稍微算了一下 大概是非常非常的緊繃 欸真的是很緊繃 但是不到 應該還不到 只要失敗一次就沒有才對 那這個東西就等後面出來再看看有多難 如果難的話再說吧 那這個任務先遣君的話 打到等一下 好那第一個這個的話 確實應該是沒有問題 那個先遣君這個東西 而且他每天就有一次 那我們這個活動的話呢 是給你玩30天 所以那個基本上應該是沒有問題 那個分數的話呢 也非常的簡單 只要2萬分以上 基本上進去掛機 絕對絕對是5萬分以上的 如果你從進去出來都不要停的話 那直接給你打到慢 因為那邊也沒有什麼東西 給你去做 挑戰拿東西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第三個 交手的資格 這個就非常簡單啊 直接去拍照 你點立即前往 他就會來這邊 然後你就可以拍照 拍照之後呢 你就可以拿到這個 少數能夠白嫖到金卡的一個東西 不過那個機率 我個人覺得有一點瘋狂啊 竟然是 百分之一千分之一 十萬分之一 十萬分之一百萬分之一 這個遊戲現在還有一百萬人在玩這個遊戲 不對啊 不能這麼說 就是一百萬分之一 一乘以三十大概是三十萬分之一啊 十萬個角色應該還是有啊 所以我相信應該還是有人 可以從這裡 嫖出金卡來 不過金卡本身就很強 但是他的 有多貴 難度有多難拿 大家應該就知道 以這個遊戲的價格 一張至少都十單以上的起跳 好那再來也有機會拿到藍卡之選啊 不過這個東西可能就看看就好 我應該會把它水成一隻片啊 因為這個很好水片 對啊 基本上我覺得也不用去期待他 而且他這裡也沒有給你那個什麼 轉蛋幣 也沒有給你那個活動幣 所以不用急著去開他 不如留到最後一口氣再抽 感覺會比較爽 好那接著呢 是我們的北斗拼圖啦 不過北斗拼圖的話 目前還沒有看到任何可以拿的地方 除了課金以外 他這邊有說啦 活動期間內呢 拼圖順便可以在活動中使用 或許途徑是 勇氣戰歌活動 MVP擊殺跟連動禮包中獲得 所以我這邊殺MVP 還會掉這個碎片就對了是不是 欸目前看來是沒有 再隨便找一隻 好像也沒有 再看一隻 那應該就是要在活動裡面了 欸對 都三隻都沒有 應該沒那麼誇張吧 那我只是個碎片而已 可是呢 欸一樣啦 這個碎片的話呢 已經有人算過 我就沒有再去算他了 如果你就要拿到我們的黑王號 八速做起的話 聽說保底是要來到16萬台幣 但是呢 基本上應該不會到那麼那麼的衰才對啦 如果真的要的話 我相信大約除以二 可能七八萬應該算是正常值 十幾萬 十萬出應該就可以了 差不多 但是如果你絕對要拿到的話呢 準備一個16萬 欸就可以拿到遊戲內 目前唯一的八速做起 但是呢 他現在是沒有任何的 他不是戰鬥做起啦 所以對我這個 好像也沒有用 我不如還繼續買我們的六速做起 可能會比較好一些些 不過現在有出八速做起了 就代表說未來他的速度 會不會繼續的往上去提升 你要知道這是北斗神拳的連動而已 還不是遊戲內本身 所以未來四轉 說不定就會有這個東西的出現 未來可能六速做起 就會變成基本 欸因為現在速度之前 也有把它往上突破了嘛 對不對 對 好啦一樣 那再來是我們的勇氣戰哥 勇氣戰哥 喔 他說勇氣戰哥什麼 就是這個 這個簡單來說呢 就是課金的活動 而且這個還有爆衣的效果 但是呢 欸這個東西 老實說就很簡單 欸你就是直接課金 就可以拿到 但是呢 欸他課的金額 其實不少 是要來到42萬4千鑽石 我這邊沒有很認真算他 就給他當作實單就好了 你要拿到實單 你只要課實單 他就會送你 那主要呢 你說爆衣效果香嗎 欸這個可能是 視覺檔的問題 那主要最香的應該是這個 上架先鋒LV8 這應該是唯一一個 目前等級8的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一個就要實單 而且重點是呢 如果是衣除效果的話 還需要三個才可以 所以換句話說 我覺得未來應該還會出類似的東西 就是你除此會送你一個實裝 然後那個實裝的 可能會有這種展示效果的方式 如果他這一件的話 我可能還會有點心動 但是要三件的話 一張實單這樣加起來的話 三個活動至少要要剋掉 快要9萬塊去拿這個東西 我個人可能就會有點縮了 對那這個東西就看看怎麼樣 啊我個人的話呢 應該是會課個一單 因為本來一個月就課一單嘛 然後把這個東西給他拿下來 然後順便的話 把這個動作應該拿下來 因為畢竟動作算是這個遊戲比較便宜 然後又絕版的一個東西 我個人是蠻喜歡的 好那再來的話呢 是我們全四郎的寶藏 就是這個遊戲最主要獲得金卡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轉蛋券啦 那轉蛋券的話呢 這一次的機率是0.35%加上2.1% 總共是2.45%的機會 可以給你出卡片 那這邊就是拼人品的時候啦 如果你今天是爆歐的話 你就可以拿出一張金卡 你今天就可以拿出卡片 如果不行的話呢 你還有造型可以拿 那造型我個人覺得可能要再看看 但是啊 沒有沒有沒有 也沒有什麼但是 對這邊都是奧丁速度獲得40% 其實如果真的 他的衣櫥都可以這樣子玩的話 我今天拿到三件這個 然後來掛中央的話應該不錯 但是為了掛中央 我要特地去衣�換三件 那我還覺得 我還是在中央掛30分鐘好了 因為這樣花的時間會比較少一些些 好啦那剩下的話 好像除了那個LV8以外 其他都差不多 好那再來的話就是一堆垃圾 我還是不懂為什麼到現在 他不把這些東西調整一下下 對我今天要一個轉蛋下去 然後呢 會送到這些垃圾 欸真的會有一點崩潰 那你在預約的網站 你可以拿到一個幣 你就可以送了 然後在活動的地方 這個頁面呢 這個任務他也會送你一個幣 他會送你兩個 那這個東西的話呢 也一樣是可以在這裡直接去拉的 現在的價格呢 是來到7萬 我猜啦 最後最後的價格 應該都會降到5萬多才對 這是我個人的想法 如果他未來掌上去 我也不負任何責任 看你是要等 還是要先買先拉之類的 那我個人的話可能到後面 會拉個幾個來玩 隨個極致片 大概就這樣子吧 好 那北斗神學這邊講完了 那一樣 啊一樣啊 這邊有說了 300抽是保底啊 所以300抽保底的話 我們這邊如果算到7萬賺的話 7萬水晶的話 乘以300 總共是2100萬水晶 你就可以保底出了 然後除以50萬的話 總共是42單 除以3個90 這邊呢 你要保底一張的話 是來到了138000 才可以拿到 好這個東西就再說 但是呢我們講一下 隔壁服 東南亞服 有大佬150抽就出3斤 這個也不是說一個不可能 所以假設150抽出3斤 50抽就可以出1斤 那真的是香到一個爛掉 那這次活動的話 我也沒有特別的去計算 但也有觀眾有說 你今天全部弄完 全部白嫖拿到的話呢 大概是可以有50抽左右 所以按照那個東南亞爸爸的機率 去算的話呢 大概會拿到一個斤 大概 那個真的是 那個0.358 那不是人在說的你知道嗎 好那再來呢我們去看一下 這個遊戲的商店 好那再來是來到商店的話 我們這邊可以直接點到 主要都是造型的部分 造型的部分的話 就比較見仁見智 因為北斗神犬 我覺得算是我們那個年代的東西 所以這個時候出造型 好當然也有情懷黨 我個人對這個情懷比較少一些些 如果他今天是獵人的話 可能就是另外一個故事 好啦 然後他這邊有一個還是可以給你抽獎 拉歐盔甲抽獎包 不過是0.5%的機率 那如果你是歐皇的話呢 可以來這邊體驗看 這個東西很像是可以去賣的 唯一可以賣的一個東西 而且他這個東西還不錯 他是唯一目前上架先鋒等級4 交易行物品上架數量 可以比平常一般拿到的多加 一般拿到的話是加3嘛 所以這個東西再配上剛剛那個LV8 你只要想辦法再弄出一件LV4的話 應該就可以 多比別人多一件 可是多一件就多一個賣出去的機會 有比沒有好 然後是我們的自選禮盒 這個是原意速度 這個也是原意速度 不過這個要480個全法之魂才可以 480現在是1360價格已經出來了 大概會一直降下去吧 應該一開始出量可能會有拉到去後面 這個也是掛機就可以掛到的 然後這邊官方也有說確認了 就是每天你可以小奧丁拿到全法之魂 總共20個 然後拯救職的話 是這個北斗神拳這邊也會有100個 對這邊任務的話 解完好像只有5000多而已 那你每天可以打100的話 100升1等 所以是應該也可以給他拿到那個 80等的沒錯 然後也可以拿到一顆七星扭蛋幣 就是我們剛剛全市場保障的地方 那這個東西有觀眾有說 如果你今天有組隊的話 大概1300奧丁就打滿了 那如果今天沒組隊的話呢 小體型大概700 中小體型大概800 那基本上是沒差的 不重要 好那最後的話呢 是北斗金卡自選包 總共要42000個全法之魂 哇這真的是有一點可怕 沒有我只能按4 4的話是5000多 4萬個 等一下1360乘以42000 要5700萬 這應該會降價吧 不然這個價格也太可怕了吧 那一樣啊 如果今天是無課的話呢 就是把材料賣賣 如果今天是有課金的話呢 可以思考一下 看要不要去讀讀看這個 或者說呢去換一個這個 那個服裝出來 因為他這邊好像也沒有任何的能力 可以給你去換 那下面這些東西的話呢 都是你有抽到之後 如果你今天不想要 你可以把它換回七星扭蛋幣 然後再去抽 不過呢 你抽到一個機率這麼少 你一直給我兩顆 我還是覺得有一點殘忍就對了 然後這邊的話呢 是我們的北斗之力 北斗之力的話 應該是之後的活動才能用的 東南亞這邊的觀眾 也有稍微說明一下 現在的話呢是完全不弄 每次正確使用本道具呢 將額外獲得一份獎勵 OK到時候再來看看這個獎勵是什麼 好了以上大概就是這一次 北斗神拳的東西啊 基本上就是這個 進去掛機一下 現階段而已 至少這7天 然後呢救世之路的任務 記得每天去給他解一下 挑戰這邊呢 還不用特別的去管他 然後交手資格的話 記得來拍照 拼圖的話呢 我這個中小課可能就先pass 那拼圖的話 現在如果你要拿該怎麼拿呢 記得在我們的禮包這邊可以看到 每天記得可以來領一個活動幣 有點可惜 如果他這邊每天是領一個轉蛋幣的話 不知道有多香你知道嗎 然後呢 這邊有一個我是蠻想買的 我是應該會買的 就是動作的部分 動作解手無知生涯一片無悔 好啦這個4900動作的話 算是我覺得絕版 然後要花一些錢 但是我覺得還花的下去的東西 那我們就來給他看一下這個能力是長什麼樣子吧 北斗神拳然後動作 換焰 有了 這麼的 我不知道別人看起來怎麼樣 但這個動作還不錯 其實我蠻喜歡這個遊戲的動作 如果他可以之後的連動還可以這麼玩的話 其實我覺得都還行 雖然說我平時也沒有在用啊 但就是一個蒐集的概念而已 對一個蒐集的概念 就看你喜不喜歡 我個人是 這個還算蠻吃的 所以這個我覺得還算可以買 只不過很可惜 這一次是沒有 沒有能力的 不像之前的那個一拳超人還有能力 如果每一次都有能力的話 那就真的超香 我覺得他能力雖然說有點討厭 但是如果他有能力的話 會再 讓人家的欲望更高 不然或說實在 就真的只是花錢而已 買不到一個小小小小的能力 那個能力呢 說實在雖然說挺麻煩的 但不無小補 好那再來呢 是我們的那個禮包的部分吧 首先是宿命答案禮包 打開後呢 隨機獲得一種獎勵 可以獲得七星扭蛋幣 或是全法之魂 就是你現在要兌換的幣 或者說是那個抽獎的幣 只不過呢 這一包是33塊 總共可以合買 是可以來到20 290塊可以買一點 那你說這個划算還是不划算呢 當然你現在要拿的話呢 絕對是會划算很多 如果你是晚點要拿的話 可能再思考一下 看當下的價格是怎麼樣 會比較方便 只不過這邊有個地方要注意的就是 他有一個叫做首購獎勵 這個東西可能就還不錯了 但是又要再說一次了 現在他的幸運經驗券是只給你6而已 但是呢現在已經是有那個 祈禱時的時代了 大家都是穩定加8 那你說你要花錢去拿這個經驗券嗎 如果他今天拿我今天穩定加8 然後你今天給我一個幸運券加9的話 我絕對會給他買下來 但是這個只有加6 我可能就會稍微的忍一下 就沒有那麼的心動 這是我自己的想法 然後如果你是同捆一起買的話呢 會再送你一個全法之魂 這就看你有沒有個人去需要 因為畢竟課金這個東西沒有對錯 只有想不想要 然後那第二包的話呢 是全法之魂230塊 等一下 那感覺怎麼樣應該都是買 假設我今天最衰 330只有30個 可是應該不會到那麼衰啦 應該再怎麼樣應該都會有這個 可是有機率去拼這個 這個遊戲真的蠻殘忍的 然後這個的話呢 是100%的全法之魂 那總共首購的話 是也會送你兩張經驗券 不過是加6的 這個東西不知道 對我的誘因還好 但是如果他今天加9的話 我覺得我可能也會忍不住就對了 好那再來的話 是我們的1690禮包 七星紐帶病 直接給你10顆 那現在的話呢 1690大概算25萬水晶 以25萬水晶的話 這邊有10個 我現階段而言超划算 划算到一個爆炸 不過你說我今天儲值 我今天用加倍的話 大概是50萬嘛 對不對 然後今天我又賣鑽石的話 鑽石都可以賣到150 大概60幾萬 所以你說划算嗎 好像也還好 如果今天手除還有的話 可以稍微的等等 我覺得手除 然後等價格下來 再來會比較划算 但是呢這邊 如果你有手購的話呢 他會送你 幸運經典券8兩張 簡單來說就是你的飾品 那些很像是可以點一次 但是一樣是那個問題啦 就是他是祈禱石的部分 七到十都已經有穩定加8了 你還送我經典券加8 還5%而已 我個人會覺得這個誘因 實在是太小太小了 這一樣啦如果這邊加 剛剛加6嘛 如果這邊來個加10 只是我應該就會買一包來試試看 然後這裡一樣是1690的部分 那首購獎勵的話呢 一樣是經典券8 我覺得他如果換到9跟10啊 9跟10 我應該就下去了 有點可惜 機率的話5% OK我去拼拼看 好那這邊的話呢 1690他是給你北斗拼圖碎片 啊對啊就是這個東西啊 觀眾我算了 我這邊就沒帶去算了 反正呢如果你今天碎到一個爆炸 全部都只有拿到這個的話呢 你就是要花掉15萬還是16萬的金額 但是基本上按照下面的機率不太可能啊 再怎麼樣的話 應該是有機會拿到30個的 啊這個兩個多起來的話呢 應該是可以省一些的 然後運氣再更好的話呢 拿到120跟300 喔那省了就多了 那如果再爽一點的話呢 雖然拿不到這個拼圖 但是呢可以拿到北斗金卡自選包 那這個就更不用說了吧 雖然說這是自 雖是鎖住的但是這是自選 所以基本上是不會卡住的 當然如果你是一個買一包 想體驗看看那個經典券 然後結果不小心又抽到這個的歐皇的話呢 非常建議你等到最後再去開這個自選包會比較好 說不定你歐到一個爆炸 連那個扭蛋的地方你都轉到同一顆 哇那你就可以直接用一個裝備的你知道嗎 直接弄那個套裝的能力了 因為他的卡片的能力真的是太強套卡的能力 而且他卡片沒有換 他那個扶帶怎麼長這樣子 然後他的套卡能力其實就跟之前一樣 重點是他前面有傷害以外呢 後面還有給你能力等於是一次給你兩個能力 真的是香到一個不可思議 而基本上呢都是有用的 對像你看看我們的最自身攻擊50% 最終誤穿25% 然後呢同時自身攻擊50% 爆傷附加50% 如果你是平A的話這個就很香 可是就算我今天今天是我拿到我也覺得很香 重點是呢基本上都可以去用到 你看體質42% 體質加72 最終這個反而拿不到 好吧這個可能再說 然後的話北斗神人寄生者的話是 魔法攻擊最終魔防穿透25% 這個是給魔法的好吧說這樣講好像不太行 那如果真的要的話應該就是霸主了 霸主的話呢就是我們10%的機率會觸發 這個能力這個能力%數雖然高 但重點是下面這個能力 我們的MVP跟Mini傷害持續 增加20%持續10秒鐘 反正這一次的卡片金卡而言都很香 好吧不管如何 對於中小無課而言可能就是一個悠哉的活動 對於爸爸而言的話呢 這個卡片跟這個特效我個人覺得蠻香的 補充一下就是你在這裡的話呢 他會給你適用卡片 可以給你看一下卡片的特效是長怎樣 對嘛這樣子才對嘛 這個進去的話就會真激起大家 想不想要拿這個特效的慾望 如果當初鬼滅之刃有這樣子 給我們玩特效的話 我覺得那個銷量應該會更高才對 因為那個特效 我個人覺得鬼滅之刃的特效比較帥 相比而言的話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有什麼想法的話在下面留言下 我是BFY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3 2 1 掰掰 1 2 2 1 1 2 2